专业去齿音插件哪家墙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sonox的牛津surpriser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牛津系列的插件 很多都是非常非常高品质的 sonox的插件基本上没有不好的 所有都是很精品的那种 他们也绝对是一线的高品质的这种开发商 而这个oxfordsurpriser 它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去齿音的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看上去比较严谨 或者是那种特别严肃的那种界面 感觉还挺复杂 但实用起来其实很简单 我那很快的带大家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先看它中间的这一个 看上去很高科技这么一个表 其实这就是一个频补的表 从低频一直到高频 然后你注意到它这两根线是可以动的 你可以去拖拽它 这个之间它是捕捉的这一个频段 一般来说我们去做 去齿音的这个处理的时候 我们会去找一个 齿音比较严重的一个频段 你可以通过这个下面的这个东西拖拽 或者是通过这样的话去变它的尺寸 或者拖住上面这个 你可以这么去变尺寸 或者是移动它 找到你认为齿音比较多的位置 在寻找过程中 它有给你了三种监听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mix 就是完全是干湿信号 全都混合在一起的 你听到就是混在一起的声音 然后你可以听inside inside就只听你这个选择的频段内的声音 outside就是不听中间这个频段的声音 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呢 你可以知道很清楚 知道你现在在去去掉哪一个频段的声音 我们来试一下 咱们在这个地方找一个人声 试一下这个 我开玩笑说这个歌就是一个齿音之歌 因为确实是所有的词和写的全都是s和t 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将这样的感触 西风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音 好我们现在听inside 你现在听的只是这个区域内 比如说我们做人声处理的时候 经常会放到5k到6k 然后呢差不多在10k左右 11k的样子 往往这个地方呢会多一些这种s的音 这样的话你听在这个范围内 它同时会给你一些提示 比如像刚才你看到的这个 尖出来的这个地方 它会告诉你这个点的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突出的声音 然后呢它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高 通过这个呢 你可以用横着这条线 这个预值往下拉 你会发现接近它的时候呢 已经开始往下去压这些了 同时呢这边呢会有gain reduction 这个就是帮助你压掉的 这种齿音的部分 就是我们回去 听 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灾难的一个地方 我把混响关掉 这样的话你能听得比较清楚一些 没有开的话 开了 所以呢通过这个呢 你可以去很精准的找到这个齿音的频段 当然了你也可以去压别的频段 比如说非常高频的地方 或者呢你可以去压任何一个频段 它这个非常的宽 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单段的这么一个压缩去使用 比如你就想压这一部分的声音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当然了用人声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案例 但是你确实是可以去这么去用 那我们刚才说了监听以后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filter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宽度 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拖转 然后这个slope呢 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区域内 它的那个两边的频段的倾斜的程度 倾斜程度这个db数越少呢 它会越平缓 包括进来的区域就会越多 数字越大的就会越精准 然后下面这个frequency呢 基本就是你的这个这个推子 所以呢 它这个控制的方式有很多 你在使用中呢 就找到你认为比较刺耳的那个声音 仔细去听 用这个inside去听就好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 找到了频段以后呢 用预值往下拉 开始让它去压缩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attack的速度 去齿音的插件 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个压缩的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也有一种用相位抵消的那种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压缩的那种概念 它很快的把你特别高的那个齿音的部分 这个频段的声音给压下来 你的attack的速度呢 就是让多少齿音出来 如果你特别快的话 你的齿音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就被压住了 但是呢 齿音在人们说话中 或者唱歌中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有了这个声音的 往往会让你的声音变得特别呆板 或者比较 听起来比较的傻 比较呆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一定要需要去保留一些 那保留多少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attack的速度去控制 你如果attack慢的话 它齿音会出了一点点 然后马上被压回来 你attack如果太快的话 都压住了 反正有的时候不太好 那下面这个干尸信号混合 也可以帮你做到类似的效果 如果你去压了一部分 然后你混进去50%的干尸和湿声的话 你的处理不会那么的明显 听起来会更自然一些 当然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去分析 左边的输入和右边的输出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trim去调整 那接下来呢 它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点 这个地方有一个advance 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我们要说 首先这个effect mode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听 这是一个可能会稍微有点难理解的一个地方 trigger的呢就是说你用哪一部分的信号 去触发这个去齿音的插件去工作 如果是band的话 那它只听这一部分的声音 如果你了解侧链或者side chain的话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的插件只听这一段的声音 这一段声音如果没有的话 它是完全不会去触发这个插件的 或者是这个频段声音不够大的话 没有触发到你的预知的话 它是完全不会去做任何动作的 你可以点它以后变成wide 变成wide的呢 它会听你整个声音所有的声音 所有频段的声音 任何一个频段触发了这个threshold 都会让这个插件开始工作 那既然插件开始工作了呢 它就要决定对这个音频去压缩 如果这个audio是band的话 它只会对这一个频段内去压缩 你如果点了wide的话 它会对所有的声音去压缩 几个使用的案例呢 首先如果你是去处理你的立体声音轨 比如说你希望让某一个频段的声音 太尖烂的时候把它压卸了一些 或者高频或者低频之类的 等于呢你就是把它用作是当作一个 一段的那种多段压缩 就算是一段的可以控制频宽的压缩 那它只听这一部分的声音 然后压这一部分的声音 这就是band和band 如果是你单轨的人声的话 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个方法是用trigger 是用band audio是用wide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人声 在这个范围内稍微尖的出来一点点 它会帮你把所有的人声 在那一瞬间降低一点 这个往往在单独的乐器 或者单独的人声上是非常好的 它不会产生特别多影响 不会像立体声音轨一样 如果你处理立体声音轨的话 你不希望所有的音乐都跟着 那一点点东西被压下来 相反过来 trigger如果是wide audio是band的话 这个什么时候会用呢 假如说你想象一下 你有一个鼓组 一堆的鼓在响 你每一次敲均鼓的时候 高频 比如说高几个八度的地方 都会有嗡的一声 那你可以通过这个wide trigger 因为均鼓那声是非常响的 它肯定会触发到你的这个threshold 你可以通过均鼓响的那一瞬间 让你的高频的那个嗡的那个地方 那个频段 也就是audio的band 去压缩一下 也就是你整个声音一响 均鼓一响 你这个嗡的那个声音 那种斜阵的声音 就会被压下来 或者嘀咕 不管是什么 你整个音乐一旦超过了预值 就可以把你指定的那个频段 那点点的东西给压掉 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办法 然后最后一种模式 就叫wide和wide 这个wide和wide的话 基本就是一个压缩了 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课讲 它就是整个所有频段的压缩 听所有的信号压所有的信号 所以希望这个大家能理解 接下来呢 attack的速度和hold和release 这些就像正常的压缩一样 attack我们已经说过 启动时间 hold是如果你启动了以后 你是不是想让它释放出来 如果你经常有那种 如果你有那种连续 很快速的持音的话 比如说 那种感觉的话 你可以让它稍微hold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压缩会一直保持压的状态 不会一下一下弹回来 听起来会稍微的平滑一些 release如果太快了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过载 或者时针内容不太好听的 不自然的感觉 你可以把它变长 但是release如果短的时候 有的时候听起来 会更生动一些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去仔细的去听 然后呢 看看它的区别 再调整它 我们刚才把这个打开了以后呢 这边多了一些东西 这个ratio 突然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ratio特别有意思的是 它是按照一个角度去告诉你的 如果你推到头的话 它是45度 如果你想象一下 这个压缩的那个图表 我就给大家来用这个看一下 你想象一下 这个压缩的图表 如果你的压缩是1比1 也就是你完全没有压缩的话 这条线是45度的 那如果你是2比1的话 它会降下来 差不多是45度的一半吧 咱们就说是22.5 那如果你把这个降下来的话呢 它差不多是2比1的一个比例 如果你把它变得特别特别高 比如说20比1的话 这个角度会非常非常的小 同样在这边也是一样 非常非常的小 当你把它降到0度了呢 当然我们这个插件降不到0度 0度的话 就是这一个平的线 那就是无线比1 那就是像一个线幅一样 你还可以往下降 你可以把它降成负的角度 然后到这边的话 你就想象它是这样下来的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的信号还没有达到预指 它就已经开始去压缩了 就是咱们现在听一下 开始是1比1 完全不压的 这是不动的 你会发现这个信号还没有触发到预指 就开始被压缩了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threshold 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 慢慢找到你很合适的压缩的比例 这样会达到这种压缩的目的 非常的灵活 但是有的时候使用起来也会稍微的有点晕 所以你一般把它放在2比1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有了这个呢 你就可以基本去做这种 最基础的人声的耻音的压缩 找到频段 调好预指 你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用这个advance 然后就可以 你听到刚才的声音就已经稍微有点太大了 我们可以把预指稍微往上提一些 稍微压得窄一点点 所以使用方法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一讲的是 很多朋友在做这个贴唱的时候呢 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伴奏里面有很多的齿音 比如咱们现在听这个背景音乐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有时候拿到的伴奏 你可能从别的地方拿过来 他们一般都是想用一些软件插件之类 比如像RX 去把人声去掉 但是很多的时候 它没有智能到去把高频的人声去掉 有些歌曲就比较重灾区 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那你可以用这个去齿音的插件呢 去去掉这个部分 我呢已经大概看了一下 它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频段中有很明显的齿音 我压了很多 所以呢我们可以听一下 在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听 没有加这个插件 好打开 你还会听到一点 但是已经好很多了 如果你觉得压的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 我知道这个频段会损失很多 但是呢至少可以帮助你去去掉那些很难听的声音 因为你贴唱 你最后是要把唱放回去 把唱放回去的同时呢 会把你缺的那部分的声音补回来 听一下 现在是两个去齿音的部分 如果没有插件的 加进去 当然你可以通过均衡把它的高频稍微的补回来一些 就是差不多6K以上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贴唱的这个伴奏至少不会一直出那种 影响你整个回音的过程 所以呢这个就是牛津的suppressor 用起来还是相当的好用的 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下功夫的这么一个插件 想了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细致的设置 对于很多录音声书或者是唱歌之类的这些朋友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插件 所以呢牛津的这个suppressor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一下 专业去做人生处理的朋友 值得去投资一个这种特别好的插件 当然了这个肥波的proDS也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这两个任何一个都可以给你足够的这种去吃音的处理能力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要上 拜拜 拜拜